陆朝阳 丧妻之恨 践踏之属 今生定让儿等百倍偿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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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主日理万机 可对于每月一次的一枕 风雨无阻 实乃当地乡民之福啊 好 客气了 齐儿 好 这些是不歇氧气之氧 你按照我的方子服用 三日之内便可见效 谢谢大夫 来 我看一下手 应该就是浦宗的风寒所致 我给你开个方子 回去照着我的方子 早晚各服一次 窃喜吃寒粮食物 还有下月的今日 记得来此地复诊 您真是位活菩萨 去抓药吧 谢谢啊 大娘 来跟我抓药 江门主 别来无恙啊 可不可 金仙大难不死 是乃我宗门之心 当时情况 确实非常危急 大业未成 尚且遗憾 未能匡扶天下正道 我万没想到 竟然有机会死里逃生 文轩 你沉睡的每一天 我都在心里不停地笑 不管用多少方法 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我都一定要让你醒过来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做你的妻子 每天早晨 我可以看着你醒过来 闲的时候 我就陪在你身边 你忙时 我便在家等你回来 我背叛门派 背叛信仰 伤害执亲 终于让你苏醒过来 只是我没有想到 竟然先走的人是我 苏如 你看 这人间多美 可是我一点儿都不稀罕 唯有你 才是我唯一的眷恋 敏萱 苏如 你是我的夫君 你是我的夫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昭阳 丧妻之恨 践踏之输 今生定任儿等百倍偿还 苍天有眼 诱我松门 如果金仙不嫌弃 可随在下回到须宗门休养 在下略通医术 也靠帮助金仙恢复元气 多谢江门主美意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能在此时遇到江门主 实属鸣宣之大幸 金仙客气了 有金仙在 才能让宗门凝聚在一起 金仙实在是宗门人的信仰 匡扶正道 我亦不容辞 只是 我死而复生之事 容易引起江湖风波 许多事还需从场计议 精心部署 还望江门主先不要把我的事 透露出去 这是自然 编曲 编曲